梁文革議員 美是什麼 第二個 創意是什麼 第三個 怎麼樣實踐 這是我接下來希望用幾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 這故事起源於 50歲的孔子 他八次拜訪 70歲的老子 這樣的一個故事 各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嗎 如果不知道也無所謂 因為反正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2500年前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個事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inspiring 所以我們提出來跟各位分享 它是一個思考美跟創意 還有實踐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而且我們不必找到西方 我們就直接找回去我們的祖先就好 所以我從剛剛的這個故事來談 明明是什麼 在《道德經》的Chapter 2 為什麼我們用《道德經》 是因為孔子去找老子找了八次 顯然老子有一些東西 《道德經》的Chapter 2 意思就是說 《開宗明義》的第一章之後的第二章 很快地就講到了這句話 它的前半段講了這三句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是惡》 《皆知善之為善是不善》 《故有如相生難易相承》 《長短相承》 《高下相承》 《因生相承》 《前後相承》 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如果天下人都可以認識美 那惡才會被大家了解 天下人都知道什麼是善 那不善大家才可以了解 所以有無難易都是因為 你有了你才知道什麼叫做沒有 你沒有了你才知道什麼叫有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相對的 所以關於美 我建議各位思考 《長短相承》這個字比較容易明白 如果我問你說這個是長還是短 我想很難回答 可是如果我問說 那麼這個呢 你一定說左邊的長 右邊的短 如果我再問你說 那這個跟短的一樣長的東西 那麼你一定說 你短的變長 長的變短 所以這樣子一個簡單的diagram 是要告訴我們 凡事都是因為比較而來 美醜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 是美女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西方的標準 不信你去非洲 你仔細的看 如果他從來沒有看過西方人 你覺得他會在選美的時候 選什麼樣的人 你一定要去想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一點都沒有很奇怪 但是你一定要想 它是一個比較而來的事情 它裡面有很多文化的意義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談 第二個 創意是什麼 實際的老子彈飛略戰的頭 孔子去 剛剛不是說 他去找的老子八次嗎 回來的時候他就很不準 他不講話 所以 弟子就問他說 欸老師 怎麼了 為什麼找完老子 你就開始悶悶不樂 孔子就跟他的學生說 鳥 無知其能飛 鳥 我知道它是可以飛的 所以我知道那個是鳥 魚 我知道它能游 所以它在水裡游的時候 我會知道說 那是魚 它可以這樣做 獸 我自己能走 就是它可以走 我知道那個是一種動物 那我如果知道它是可以走的 我就可以拉住它 我如果知道它是可以游的 我是可以網住它 如果我知道它是可以飛的 我就可以想辦法控制它 但是龍這個東西 因為我根本不認它是什麼 我也沒見過 所以我只知道 當它出現的時候 其乘風雲而上天 就是我完全控制不住 它就飛了 那完全是一個陌生的東西 我根本不認識 他說老子是龍 就是說他跟老子 談了八次的話以後 他說老子是龍 所以他一直悶悶不樂 為什麼老子是龍 他悶悶不樂 我建議各位在這裡 思考關於創意的事情 如果各位對於創意 真的有興趣的話 孔子為什麼說老子是龍呢 因為孔子是一個追隨的 孔子一直說 周朝的東西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回到周朝去 但是老子是創新的 老子沒有這樣說 老子說 老子說很多 如果各位有興趣 就是讀讀網路上 道德金上面說的事情 所以曾經有過的 你能辨認有形的 你才能去追隨 沒有人做過的 無形的 那才是創新 所以老子提出來的concept 都是叫做 從前沒有 我沒有要follow過去的世界 我要創造一個性能 但是孔子希望回到過去 周朝的時候 我相信孔子很聰明 當他看到這個的時候 他知道 他可能是在走一個 沒有前途的路 所以如果您要做創意 請不要盯著對手看 因為要叛逆 無中生有 不能是 你盯著對手看 你只能夠跟他進分 你從 有這件事情裡面去改善 所以 一定 連對手 連看都不要看他 但是這樣說 很可能跟各位 尤其是在各位 所受的訓練裡面 一定會說 我不盯著對手不行 但是 其實真的 你盯著對手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所以創意是什麼 不要輸給對手 我認為不是要這樣想 一定要贏對手 也不要這樣想 不要贏踩對手 才是對的想法 給各位看一位 各位最熟悉的東西 那些歷史 才過去不久 紅線的左邊 叫做 iPhone出現以前 所有的手機的長相 那時候我幾乎 有各種各樣 什麼手機 我都買 所以我大概都可以知道 這個用 大家都在比案件誰的多 iPhone 有一個叛逆的思想說 我都不要 從那個以後 就變成大家都追隨他 也都都不要 所以 他叫做一條龍 那 如果你一直在追隨 其實你就是 希望說 他是狗 我要跑得比他快的狗 我要比他凶的狗 或者是我要這樣 他是一隻鳥 我要飛得比他高的鳥 我要直的 就是你永遠都在做一個 比較 超越一點的 已經存在的東西 那個 可能就沒有意思了 怎麼實踐呢 實踐 這句話我就不解釋了 省一下力氣 建議各位思考 思考 思考什麼 每個練習 思考 道德經的這句話 也是Chapter 2的後面 它叫做萬物作焉而不辭 就是 練習在所有的事物中間 感受美的元素 因為所有東西都比較 所以如果是 會去比較的 表示你是 Average Mind 如果你有本事 在你覺得很醜的東西裡面 發現到說 那裡面有個東西很美 其實這個才是有創意的可能 所以 請去練習在所有的事物 不管你覺得它醜 覺得它好看 覺得你討厭 覺得你喜歡 你都去感受到美的元素 創意的練習 創意的練習 生而不勇 唯而不是 功成而不拘 這個中文應該很簡單 所以不解釋了 但是練習是什麼 練習讓你自己的創意 被抄襲 這是一個Open System 所以我常常跟認識的朋友說 其實我不太支持Copyright 我支持Copy Left 因為你只有Copy Left 你才能夠變成一條龍 就是 大家都 都是 想追你而追不上 但你就讓它Copy吧 劫語 這個是親戚學家凱恩斯的一句話 他說 我把它拿來當成說 如果我剛剛上面所講的那些 真正困難的 不是你怎麼樣去Developing 一個新的Idea 而是你怎麼樣去Estate them from the old ones 本來已經在你腦袋的東西 你肯不肯拿走 你如果不肯把它清出去 你找不到新的Idea Einstein的那句話 你不可能用創造問題的同一個腦袋去解決問題 所以 卡因斯講一樣的一句概念 所以 老子道德經 到了第六十四章 他講的一句很簡單的話 叫做千里之行始於主角 那這句話的道理我們都懂 就是想成就大事 你就從小事做起 但是還有另外一層深層的意義 跟各位分享 就是跟我們這時代非常有關 那就是我們要看清趨勢在歷史的斷層中間 找到方向勇敢出發 什麼意思 歷史就像這樣的一條河 很蜿蜿很長 有的時候它平靜的出起 有的時候它是破刀洶湧 如果你夠幸運 你會碰見歷史出現大落差 變成超級的大瀑布 其實 我們現在正在經歷這樣子的一個瀑布時代 史東坡在赤壁懷骨裡面有一句話 我非常喜歡 大江東去浪淘境千古風流人物 裡頭有一句形容 非常好 亂石蜂雲 金濤烈暗 捲取千堆血 瀑布時代不僅浪淘境千古風流人物 像Mr. Jeremy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有很多傳統的生意人 大概已經不知道被它掃到哪裡去了 也定義了新時代的美跟新時代的創 所以在做的您也可以用美跟創意去定義瀑布時代 所以我用幾句話來結束 你要用美跟用創意去定義這樣子的一個新的瀑布時代的時候 你別忘了要帶勇氣 這是Henry Matisse 一個很有名的畫家 他所講的話 Creativity takes courage 再造自己非常需要勇氣 Life isn't about finding yourself Life is about creating yourself Einstein說的 Creativity is seeing what everyone else has seen and thinking what no one else has thought 你看了一個東西大家都說好醜 可是你在這中間可以找到說 那裡有一個東西好像大家沒看到 所以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們的社會大家都看到很容易 可是要有見地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們多數的人都視而不見 創造不會過勞 這是這位Maya Angelo 在歐巴馬總統頒獎給他的時候 他說 You can use up your creativity The more you use the more you have 所以一定不會過勞 盡量用腦筋吧 創意是一種心智的遊戲 這是我很喜歡的兩個人 右邊那位是Einstein 左邊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瑞士 有人說他是瑞士人 有人說他是法國人 其實他是生在瑞士的法國人 Einstein說Creativity 就是創意是一種心智的遊戲 科比毅說 在我念建築的時候 非常記憶這句話 他說建築是一種心智的活動 一點都不是畫圖 它是一個心智的活動 它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剛剛有一個結語 最後兩個總結 兩張圖片 一個是達利 超現實主義畫家 他說的這句話很重要 我把他回來 所以為什麼要偷 Those who do not want to imitate anything produce nothing 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不願意去臨摹的人 你根本沒有在創作 創作是從臨摹開始的 Steve Jobs 講的這句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當成是最後一章 Creativity is just connecting things 這句話很多人都聽過 可是後面這一段他覺得很有趣 當你去問這些創意的人說 你是怎麼樣做出來這個東西的 他們會覺得有一點點 guilty 因為他不是真正地把它做出來的 They just saw something It seemed obvious to them It seemed obvious to them After a while That's becoming They were able to connect experiences They have had And synthesize new things 意思是說 這樣的人 他會一直看看看看 看很多東西 然後他突然會覺得說 哇 這裡面的這些東西裡頭 有這個跟這個跟這個 如果我是能夠把它接起來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新東西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 為什麼重要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看 所以Steve Jobs說 他從來不做市場調查 他說我不做市場調查 我只做市場觀察 這是這個道理 你必須一直不停地在看 所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